你的光是我脚尖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尖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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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约翰福音第五章 那个必识大词的神迹 不过呢之前另外有个神迹 我们也要花一点时间提一下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对不起第四章的四十六节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 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 他又来这个地方了 有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 一个在加拿 一个在加百农这里 有点距离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 就来见他 求他下去 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 耶稣就对他说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你们总是不信 这应该是我们看过的第三个这种事情 就是耶稣不尽情力 人家来求你 你说你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我在这里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啊 耶稣的母亲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第三次了 如果你没有看到神迹奇事 你总是不信 这话讲的不对吧 这个大臣不知道 有没有看到神迹奇事 这个大臣起码有信心 来求耶稣 医治他儿子 可能最多讲了一句话 从前面和后面都讲了这一句话 就是他儿子快要死了 趁我儿子没死 赶快下去 我想耶稣在责备他 就是这个 我们还是说 就人之常情来讲 儿子生病 儿子快要死了 有点焦虑 有点急 儿子病了 苦苦哀求耶稣 这不但是人之常情 是正常的 而且耶稣应该有 极大的同心心才对 但是耶稣为了爱他们 耶稣为了爱我们 就在这些世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我在这里也只有 再次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承受得起 耶稣给我们很难的功课 这不是贪心 这是希望我们的生命 有更大的成熟 长大 因为这种艰难的事 耶稣对我们一定是最好的 他有的时候给我们比较难的画 比较难的十字架 比较难的功课要学习 实在是看得起我们 事实上越是属灵的圣徒 我想到最多的两个 一个就是保罗 一个就是摩西 两个最属灵的 最被上帝用的 神给他们的艰难功课 真是很多 当然这个最重要 不是叫他们就成为一个 我们觉得很棒的 很能行神迹的 做了很多事工的一个人 最重要就是 他们越来越像耶稣 这才重要 我们总是不要把事工看得 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或我们灵性更重要 或我们的成熟度更重要 任何一个时候 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学习 耶稣要我们信靠他 顺服他 所以固然这个时候是危机 你吹一下耶稣 也是人之常情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 拉撒路也是这样 那马大马利亚 也有一点要催他 那耶稣就故意停了一下 就是要你学功课 各位我们不是说不要催 我们不是做事 没有时间性 没有时效 这我们承认需要 各位看圣经 希望看到那个重点了 耶稣就是责备他 你一定要有信心 这责备他就是 你要有信心 你的信心是什么 你的信心是 趁我儿子还没死 赶快去 这是人之常情 你信不信我 儿子死了 我还是能依你的儿子 后面拉撒路就是 你信不信 你的弟弟死了四天了 我还能叫他复活 耶稣的耽误 耶稣的责备 是要你让他知道 他是神 他的能力 没有任何一件事 可以限制 你不要觉得早点去 比较好医一点 这是人之常情 我死人都可以医 你不要说早点去 还可以复活 我四天了 我还可以叫人复活 各位耶稣有的时候 让我们的病恶化 让我们的困难增加 实在是要显出 更大的神迹和荣耀 最起码像玛利亚一样 你要有的是 把你的信心 立刻磨得更好 愿意接受 上帝给你的这个艰难 所以神迹奇事 是很伟大 是很好 我们也都很想看 但是你 我们已经讲过了 很多时候 神迹奇事 产生结果不大好 就是人没有信耶稣 而是留在那个神迹奇事 希望更过瘾一点 或者是因为耶稣讲的话 我做的事 不合他的心愿 他就反而因此跌倒了 施洗约翰就是 这个大臣呢 也不大够有信心 他是在耶稣责备他以后 好像有点拖 慢 快一点去 快一点去 那个百夫长信心就比他好 有人说这两件事 一件事 我们看起来不是一件事 一个是很有信心 一个是并没有信心的 求你趁我孩子还没死去 要叫耶稣做一件比较难的神迹 我们会觉得不如叫他做一件比较容易 因为难的可能做不到 各位 人是这样子 有些鬼 我们是没有那个能力赶出来的 要禁食几天 使我们信心增加了以后 再赶得出来 有的是要赶好几天 等等 我们人都有我们的限制 即使我们靠着神的灵 我们总不是全能的神 我们总不是无限的神 我们总是还有我们的限制 我们希望的限制越少越好 不过上帝要我们有限制 要我们记得 本来我们是受造物 但我们信心可以增加 耶稣说回去吧 你儿子活了 耶稣拒绝在跟他讲话 我不去医治他 我也不跟你一起去医治他 我就在这里讲一句话 他就会好 我们感谢主 有的时候真是在责备中 我们信心就增加了 这个耶稣好像斩金结球 我不要去 你就回去 他只好信耶稣的话 有的时候是赶鸭子上架 逼上梁山 逼上信心的山 赶鸭子上信 我们有信心了 耶稣逼得我们 本来是祈求一个小小的神迹 祈求耶稣做一件小小的事 耶稣让我们经历更多的困难 为了要成就更大的神迹 第五十一节正下去的时候 他的仆人迎见他 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 他们说昨日 喂食热就退了 他就算一算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你看又是信心的增加 耶稣跟他讲 他跟耶稣讲话的时候 信心是不够的 不够到耶稣责备他说 你们总是不信 你们没看到神迹奇事总是不信 那显然说出他的话了 他要看到 各位你我都是一样 你今天跟我讲 我们总是摆文不如一见 摆见不如一摸 要亲手见到 亲手摸到 亲眼见到 亲手摸到才行 人间我们五官 有我们五官的正确的程度 是听的 不一定有见的 有把握 见的不一定有摸的 有把握 但是对上帝的信心 一切要放在上帝的话之下 所以他刚去找耶稣 可能没什么信心 他的确要看到 他的确要耶稣一起去 他的确也像乃曼一样 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按手为我祷告 然后祝福了 然后我就好了 去洗个澡就好 去洗七只澡就好 各位你去听上帝的话 你就是要学习听 那有的时候听这些 是跟我们的习惯不大一样的 这不是故意违反习惯 违反伦常 违反理性 这是叫我们在这 很特殊的情形下 知道上帝是行 特异功能的上帝 不是特异功能 就是他就是上帝 他去找耶稣 信心很小 越想越想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来一啊 我们这也看过好几次了 对不对 趁他还没有死赶快去吧 耶稣就有的时候 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 让你更有信心 让你更被也被抹一抹 这不是恶作剧 耶稣说你没有看到神迹 其实总是不信 好吧 大概就信了一些了 然后耶稣说你回去 意思说我不回去 大概就又信了一些了 因为圣经上讲他信了 但是恐怕还有点半信半疑难过 然后回去看到儿子好了 应该又信多了一点 然后再问什么时候好的 哦好就刚好是耶稣说的时候 就再更多信一点了 我们是人了 也感谢主信心 我们的成熟度会不断地成长的 我们基督徒生命是成长的 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省油 我们没有办法省到这些 学几何的路没有王道 没有洁净 事实上任何扎实的学问 都没有什么洁净 不过好多老师可以教你 省走很多浪费的路而已 我们信主也是这样 我们信心的洁净就是信心 就是越来越多的信靠上帝 就是十字架道理 因为这个最折磨我们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耶稣在实际上为你成就的 使你被折磨的时候 你愿意跟这个人一样 哎呦怎么这么坏哦 怎么这么凶 我来这里求你 你还骂我 怎么就不愿意去啊 就不跟我一起去啊 就吩咐一句 啊到最后 哎呦就是他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儿子就好了 哇呦太神奇了 不过你也不要停在这里哦 你还是继续更多的信了耶稣 归向耶稣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 约翰福音的第二件 约翰福音的第三件呢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看起 这世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 有一个池子 西部来话叫做毕师大 旁边有五个狼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 瘸腿的 血气枯干的 许多病人 耶稣去过节 过这节呢 他去医院探访病人了 这个探访很奇怪 因为他并不认识他们 这个探访很奇怪 因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医院 事实上是我说的是要医院的了 这医院里面 为什么我说医院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病人 他说这里有五 这是一个池子 靠近一个叫阳门的地方 有个池子 那这个池子呢 从下面那个里面可能是 是个泉源 那有的时候水会冻一下的 就是这应该是一个泉水的池子 然后里面有五个篮子 这个篮子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看起来像走廊 或者有一些空的空间啦 但这些篮子 大概是围绕着这个池子的 那在这个篮子里面 就躺着许多 就跟我们可能看到 那个医院的那个后诊室 里面有大概常常就是 最少有二三十章 有的时候多到 将近一百张的椅子吧 就大家都在那排队 等医生叫号嘛 然后护士叫号嘛 然后进去 这里呢 有五个后诊室 五个后诊室呢 有很多瞎眼的 瘸腿的血气固肝 很多生病的人 到医院 但他们的后诊 不是等那个红灯亮 你的号码牌到了 你是七十号 七十号请进 你是八十号 八十号请进 不是 这很多的病人啊 他们都在等水动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医院 这个是骨卷 也就是最好的操本里面 不过我们想这个操本 如果是人家加进去的 也是很可靠 就这个医院呢 要医病的 这医院来医病呢 没有医生 也没药房 可能也没护士 只有病人 那他们怎么得医治呢 我读给各位听 第四节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 搅动那水 水动之后 谁先下去 无论害什么病 就痊愈了 哦 所以这个避士大池呢 是一个神机式的医院 就是不是用药 也不是医生 也没有看诊 就是定期 天使会来这里 搅动那个池子 好了 这里讲到按时 我们就不知道 按什么时候了 各位 你去过黄石公园吗 黄石公园呢 有很多的geiser 就是很多喷泉 这个喷泉呢 是按时 那其中有一个 按时叫老中时 old faithful 按时 然后喷出水来 那个黄石公园 还有很多其他的喷泉 有的是不按时喷的 有的是根本 听说最大一个steam boat 已经是不喷了 已经多年不喷了 那还会喷多久 我们不知道 就是它是因为那个 因为压力的问题 那个水就会 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喷出来 喷出来 那个压力就疏解了 就没有了 没有了 不久水回来了 水回到地底下 然后又被热 涨涨涨到 该喷的时候 它又喷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不知道 这个泉水是怎么回事 不过圣经 这个骨卷桨 是天使 把那个水搅动一下 因为这个骨卷 所以我们不敢说 一定有圣经的权威 但可能是这样 那也很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一个泉水 按时它就会 啵啵啵啵 鼓动一下 那在它鼓动的时候呢 谁先下去 谁就会好 那这是不是真的呢 看这个地方 有这么多 瞎眼瘸腿 血气骨干的人 我想应该有点真 如果水鼓动的时候 下去没人好 我想一个人都不会在这里了 你看有人到 黄石公园那里水洞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 这种凯瑟 旁边很多病人吗 下去就会好吗 当然各位 温泉啊冷泉 有致病的果效 这也有可能了 但我们在这里 不去讨论这些东西 我们就从字面来分析 文字来分析 就这个地方是一个医院 可能的确这里是有神迹 是不是天使下去 因为天使下去是 骨卷 不是最好的操本 有的 所以我们也不敢确定 但是这里一定有 特异的事情 就是水动的时候 下去的人 可能有一些人 真的是好了 这应该是真的 所以这里有这么多人 在那里等 所以这个医院呢 应该是有点神迹的 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 在这里 但是呢 不管是不是真的 我们已经说是真的了 这个每天一次吗 或者是每年一次吗 或者每个月一次吗 或者隔一阵时候一次 这是定时 这个水动的时候 只能有一个人好 所以这个医院 治愈的人 出院的 如果每天动一次 每天只能有一个人出去 如果每年动一次 每年只有一个人会好 如果每个小时一次 那就是一天有24个小时 那就很多了 但我想 不会一天24次 因为那门庭若是 不知道多少人会来 这个世界上 身边的人总是很多 永远不够的 那毕师大词 也一定不会只有 在约翰福音记载了 恐怕在近东历史上 也会记载了 那里有个池水 医好了很多的人 那可能是每天一次吗 那一年三百多个 这可能 我想估计到一个礼拜一次 是差不多的 这样人不会太多 也不会太少 为什么不会太多呢 因为大家好歹要去试一试 因为各位 有一大堆人在那里等 你每次水动 只有一个人得医治 各位如果一年一次 那我看很多人也不会来了 因为第一个跳进去 机会太小了 那我们就想想看 谁能跳进去呢 这个你说是定时 就好像那个钟 蹦 敲第一声的时候 你下去就可以好了 那这个地方 谁能够被医好呢 这个医院 医院都是很可怜的 一大堆生病的人 而且病常常是 越病越厉害会死的 我觉得这个毕师大词 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 很多可怜的人 生病需要得医治 但是你生病需要得医治 谁能得医治 往往是那个最需要得医治的 得不到医治 是最健康的人才得到医治 或最有权有势的 我分析给你听 显然大家相信一件事情 不管是不是古操本有的 但大家相信一件事 水一动 而且是定时 暗时一动 你第一个下去就好了 那我想请问你 各位谁会先下去 瘫痪的人 没办法先下去吗 水动了 他根本动不了 那个行动不变的 他也不能够先下去 因为有人跑得比他快 那谁能够先下去 一定是 第一个就是他跑得最快 跳得最快 他能够在水一动的时候 立刻是第一个下去的 所以他应该是最健康的人 他可能只有香港脚 他可能只有杀眼 他看到马上跳下去 排除万难 第二个他可能很有权势 他可能是一个残疾人 但他爸爸是国王 各位我想这样的推测 很合理 这个池的周围 如果国王的儿子来了 国王会派重兵 没有一个人可以下去 只有在水动的时候 他儿子下去 其他就杀掉 不准 不一定是国王吧 流氓的儿子生病了 流氓可以叫一百个打手 把那个池子围住 谁第一个 谁都不能第一个下去 只有我儿子能第一个下去 这个地方 能够好的人 是相当健康的人 或者相当强壮的人 或者是相当有力量的人 或者是相当有势力的人 也就是他不是一个最需要得医治的人 哎呀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 有雪中送炭吗 有很少 有井上添花吗 有 有很多 医院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同行 但是太多病人了 我们没力气同行了 我们讲那个长大麻疯的 也有点是这样的情形 长大麻疯的 长大麻疯的穷人 最需要同情 可是他们往往最少人同情 最多人嫌恶他们 各位 我们也不怪别人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你喜欢到一个很脏很乱很臭的地方去吗 如果没有很多金钱的报酬 我们大家也不太想去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很残酷 最凶狠的人 有最多的资源 或者往往是这样 井上添花 越有资源 越好赚钱 越有钱的人 越能赚钱 越穷的人 越难赚钱 当然世界也不是我们一般小说里面 讲的文艺点 那么悲惨 那么邪恶了 也不一定就是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 我们常常是太过 我们不舒服的敏感了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事实上常常也不是这样 改善人 穷人的 或者恶人 或者有钱的人 他拿出来也是不少 不过这里大概可以描述出一个状况吧 就是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地方 这个世界是很可怜的 很多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固干 很多病人 很多人 那他们 很多人很想得医治 但是因为行动不便 他病得越重 越难得医治 医院里也可以很势力 很可怜的人 但是就动用什么权势吧 让医生先看到他吧 好 我说这个毕师大就像这个世界一样 大家都有病 但是最需要得医治的 广大的人 好像得不到什么医治 我不是在讲什么社会主义 或者国家社会不平等 我只是在讲这个世界是这样 甚至教会也常常是这样 好 在这里 这许许多多的人 有一个人在这次得到了医治了 好 我们先想一想 各位 如果你用你的理性和正义感来想 你并不会很高兴 你会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上帝都没有医治 为什么上帝不叫水动的时候 任何人下去 管你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下去 都得医治 这不是比较好吗 一次解决 那我就请问你 那你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上帝不叫任何人 都不生病 那不是更好吗 而为什么上帝只叫第一个得医治 那你就可以问 那为什么上帝不叫第二个也得医治 第三个也得医治 所有人下去都得医治 各位 我们问的都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问最合理的问题 上帝为什么把这个世界上的罪恶都解决了 我们答案是他都解决了 在实际上都解决了 只是这个解决以后的应用 什么时候能够完全应用 那要等主再来 我们基督就在上帝已经解决了问题当中 继续在很多很多 已经解决却还没有完全解决 或者那个解决还没有完全实现当中 我们需要有信心 好 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来讲这个神迹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下一次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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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